好 再带您看的就是上海迪士尼 有一名扮演小熊维尼的工作人员 遭到一名男童殴打 而这个影片就在微博上面疯传 不过在大物媒体报道的时候 是有意回避不说小熊维尼四个字 而是用扑扑熊来称呼 就被外界质疑了 中国大陆官方再度封杀 习近平很像小熊维尼的说法 上海迪士尼的小熊维尼人偶 和游客打招呼 突然一名男童冲上来 蹦打小熊维尼人偶 扮演维尼熊的员工 被小孩冲过来全打肚子 小朋友被及时制止 只不过单纯不过的事件 却有中国大陆媒体 把小熊维尼被小孩打 换个说法成了扑扑熊被打 近日上海迪士尼乐园 一只扑扑熊被熊孩子追打的视频 在网上热传 中国大陆媒体的幻剧话说 引来揣摩上意的质疑 难道小熊维尼再度成了 不能说的名字 毕竟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很常被揶揄 长得像小熊维尼 过去好几度 中国大陆官方曾封杀 小熊维尼好几天 当初出避讳 小熊维尼就可看出 中国大陆网管的紧缩趋势 一切都要从2013年习近平和前美国总统欧巴马 并肩散步 去被中国大陆网友 Kuso把小熊维尼和跳跳虎画面凑在一起 简直如小熊维尼真人版 甚至2018年小熊维尼真人版电影 自有维尼就只在中国大陆被禁播 美国主持人讽刺习近平上任后 处处营造亲民形象 却无法忍受自己和小熊维尼连在一起 这次部分中国媒体用扑扑熊带地维尼 可见中国大陆人民的言论自由相当受限 前美国总统川普的白宫测试班农 痛批中国共产党政权如犯罪集团 毕竟世界对习近平的评价恐怕不是习大大 自己说了算 东西晚谷中心综合报道